實際點太敏感了 因為像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去考察的時候 我們是考察法務部的法醫 相關的研究所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特別的命案 所以說他們都很清楚 在考察這個其實是很敏感 因為立法委員 畢竟代表是一個監督的力量 你今天在北檢辦理柯文哲案 這麼敏感的時間點 去做這件事情 很明顯是瓜田底下 為人家說話 這個是很奇怪的事情 另外就是說 他今天考察的東西 其實是可以用請司法院書面報告 像剛剛黃哥講的 今天媒體拍的地方 這個有什麼好考察的 第二個是在於說 對啊 像這個媒體跟這個 檢察官的辦公室的這個配置 這個東西你請那個司法院的人來 秘書長來簡單說明一下就可以了 你說要遠一點就遠一點嘛 這有什麼困難 對不對 因為其實也是 其實也是媒體 跟那個司法官借的那個場地 然後另外你說什麼 什麼被告通行 的時候上銬的時候 是不是會被媒體拍到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也可以請司法院的人 相關的一些人士就 把那個動線分配一下 你說要保障那個被告的什麼 隱私啦 名譽啦 你就請他配置一下就可以做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偵查不公開的這一次的考察 完全是針對柯爾文哲的這個案件而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大開先例啦 希望以後不要再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 而且吳宗憲自己還是檢察官出身 來導播幫我跳下一張圖卡 但尚告 今天早上喔 這個北檢 北院 高院 很勞累 為什麼 因為今天還有高洪安的這個二省 第一次出庭 你看 你有看過這麼單純 這麼簡樸的高洪安嗎 我覺得他今天早上 有刻意讓自己看起來 就是這樣 穿著一個這個藍色的洋裝 然後去出庭嘛 然後外面呢 果然就是有小草 刻黑 全部在外面集 在那邊大喊 兩邊在那邊攻防 但是高洪安的案子會影響到什麼 會影響到2026 大家已經開始在討論2026 現在今天上報有個報導 他內文怎麼寫 他說藍營依然不放棄 要高洪安主動請辭 因為他現在是被停職嘛 因為高洪安要主動請辭 才可以有重新補選市長的選項 否則如果拖過12月25號的話 就會由行政院來做指派代理 那現在民進黨這邊 也因為這個林志堅 論文的事件 已經和解落幕 所以呢民進黨這邊 也有地方有一派聲音說 醞釀讓林志堅 再重新佔新竹市長 你怎麼看2026新竹這一塊 選舉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因為新竹是民眾黨的 本命區 我覺得第一個 當然你二審判決就 解職的就要進行補選嘛 對 就是說任期還余留兩年的話要補選嘛 但他就是 daylight在12月25號 對嘛 那 藍衣裡面呢就是廢話一堆 廢話一堆 這個議題是什麼 新竹市長ulu有沒有開過會 在討論這件事 有啊 然後呢誰去跟高王安講呢 沒有人啊 然後就放給媒體說 媒體阿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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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這個國民黨超級無聊 自己有種去跟高王安講 沒種 不要放新聞 好 這是他們常幹這種事 他們常幹這種事 然後當然你說高安會不會 12月25號以前判 不知道 那你認為高安二審判決決 他會辭職嗎 我也認為他不會 我也認為他不會 要遲早遲了 遲 遲了也是補選 對不對 那判就判 那我幹嘛一定要吃 我覺得藍營是一個最無聊的 什麼那些什麼市黨部 每天在那邊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李靜雲剛好就市黨部主委 然後就在那邊開會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然後又沒辦法去講怎麼樣 所以就放給媒體看媒體會怎麼寫 然後看看有什麼效應沒有 我覺得無聊嘛 因為他們現在也不知道跟誰講嘛 也不能跟柯文哲說 能不能叫高亨安辭職 他們說高亨安人在外面 他在裡面沒辦法談 黃國昌可以不可以去談一下 黃國昌現階段又沒有身分可以談 無聊嘛 我覺得藍營最無聊的就是每天 在辦公室裡面泡茶畫那個 畫的餅畫的好漂亮 然後沒有行動力 那就這樣啊 言語上的巨人 行動上的侏儒 我覺得都這樣啊 讚黃哥 黃哥來 新竹市長也可能2026的話 我覺得今天上報也有一篇也蠻有趣的 他說如果要講新竹市長2026的話 大家也來看一下桃園市2026 他說在前市長鄭文燦捲入畢案之後 找不到接班人選 果然誰被點名了 青埔傲川啊 可能成為桃園市的黑馬 上報是今天缺稿嗎 對 不是 你現在去扯到2026桃園市長 太遠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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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都覺得 包含他點林志堅要去選新竹市長 我就跟你講 那機率不到1%啦 因為林志堅第一個 他現在對政治是有一點點失望 他原因很多 第二個是 他即使要再站這個縣市首長 他也不可能再去選新竹市 黨內點名嘛 不是 隨便問個那個守門口的 林志堅什麼 林志堅有可能嗎 不是 黨內會點名林志堅去新竹市 那就是有人怕他去選桃園嘛 就這樣講嘛對不對 當然那個人不會是王毅川啦 不是王毅川放話 也就我覺得 去點林志堅選新竹市 就有點無厘頭了 再來 你說王毅川 人家現在人在美國 你趁他沒有反駁機會的時候 去放這種話有點不道德 美國時差蠻多的 西岸16個小時的時差蠻累的 王毅川晚上會睡覺 會喔 他也是人啊 他總要睡覺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點桃園真的太遠 當然 鄭文燦出事 當然對於整個民進黨在桃園佈局 特別是桃園這次民進黨 2020立委 全輸 對 立委全輸 其實2026民進黨要在桃園當選市長 本來機會就很小很小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你一席立委都沒有 但張善政因為目前 我覺得他們會希望有人去光復 是因為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 張善政有做出什麼亮點 可是也沒什麼被罵的 就張善政是他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對 我求無過就好 就跟蔣萬恩在台北市一樣 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因為以這個選民結構 他就是穩穩的 他就 就可以有機會連任 所以我覺得 現在去點民進黨說誰要選桃園 都言之過早 因為搞不好到時候 找一匹黑馬也不一定 好 川哥現在那邊是幾點 我們晚一點再來call out他 好 不要鬧 他已經夠忙了 他會嚇死喔 等一下又被這個主席叫要裝重一點 裝重一點 不要亂回答 這個2026年縣市長的選議 你不可以嘻嘻哈哈 對 因為主席有講過 現在不要討論 對 好今天非常謝謝上公 黃哥 還有這個境界律師 來到節目現場跟大家聊天 再跟大家宣傳一下 中午12點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